我是鹿伊班的張俊豪 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智慕槍 在我們最初的設計是這個 不過它有兩個缺點 就是一個摩托是塞不下去的 而且這裡很容易就塞進去 之後我們接著的版本就改良了 這裡和這個是分開的 而且這裡由柱體變成抬體 這樣就不會塞進去 然後最後的版本 我們就變成藍色更漂亮 還有上面有些洞可以穿螺絲下去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之後我們就用這個去做 裡面這個智能槍鏈 接著就是由吳凱晴繼續改 我是鹿伊班的吳凱晴 我現在要介紹這個智能槍 因為它衝動 可以由第二回方B控制的 如果按A的話就會向上 然後按B就會下來 這樣就停 然後再按A 按B 調斷了就會向上 然後按A就會下來 然後也是這樣停 感谢观看